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红鼻子算命 说以前呢 有一个绰号叫做 红鼻子的算命先生 每天啊 就坐在村子里边那集市上的药铺前面 给人看相 据说让他看过相的人 之后呢 都会应验他的预言 张大牛 是村子里的一名菜农 平时呢 自家这田里边没活啊 平时都会抽空 到这村子的集市上走一走 张大牛 买完了菜之后啊 经过这个红鼻子算命先生的摊位前 就看见了摊位旁边 竖着一眼 明晃晃的大旗 大旗上面用毛笔写着 未卜先知四个大字 他撸起袖子来 站在那个摊位前面 对着那个低着头 戴着墨镜的红鼻子先生说 你给我算一算 我近期这个运势咋样 红鼻子先生抬起头来 盯着他额前的皱根 看了片刻 拍了摆张大牛的肩膀说 兄弟 你明天有血光之灾 还是不要出门了 在家里待上一天 等晦气消除 次日放口出去 这张大牛听了之后 怒不可遏的拍了一下 红鼻子先生的桌子 呵斥道 你这分明就是诅咒我呀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说完 这张大牛转身就走了 回到家里 张大牛把在集市上 找红鼻子先生算卦的这事 告诉了母亲阿平 阿平也叮嘱他 说呀 明天你还是别出门了 等到了晚上 这张大牛独自一个人 躺在这个床上 辗转反侧是难以入睡 他这个脑子里边 不断的浮现出白天 红鼻子先生说过的那个话 第二天一早 他又不放心呢 问他娘阿平 阿平安慰着他说 没事的 不用担心 你把门窗锁好就行了 没过一会儿 邻村的老李 气转吁吁的 跑过来跟阿平说 哎呀 我们村赵二虎啊 竟然娶媳妇 这几天呢 他为了筹办这个婚礼 真的太忙了 连觉都顾不上睡 这呀 这扯不扯 忘了给 给我们两家发情帖了 这不 我也是刚刚接了通知 要不咱现在赶紧过去吧 这中午 我马上要吃饭了 他说完了 伸手向张大牛挥了挥 示意着叫他一起过去 还没等这张大牛开口呢 阿平就抢先替儿子推辞道 他今天不宜出门 咱们俩去就行了 阿平跟老李出门的时候 回过头呢 给张大牛使了个眼色 比计说 儿子 你在家里边待着 哪都别去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张大牛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说着阿平跟老李走了之后 张大牛立刻就把门窗啊 全都给拉上了 他发现确实锁紧了 然后关上窗户 拉上窗帘 就这么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边发呆 过了一会儿啊 这后边好像是传来了一阵嗷嗷的响声 张大牛心想了 不管咋的 我必须保持冷静 千万得冷静 于是尽管这个声音持续了很久 张大牛仍然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啊 不远处传来了 砰的一声撞击声 把张大牛房间里的窗户 剥裂 还有地面都震得颤抖起来 这下张大牛可按捺不住 这个内心的躁动了 他起身 走到那个窗户边上 拉开了窗帘 朝外边看了看 这时候 张大牛看见了 在外边的菜地里 有一头牛 不停的拿蹄子 跟那会儿刨着 他母亲阿平种的白菜呢 这张大牛气得 打开了窗户 大声的嚷嚷着 你这该死的畜生 这是我家菜地 你给我干 我不让我 我扒了你的皮 张大牛在窗户边上 一边骂 一边挥着手 但是那牛你想啊 他能听懂你说的话吗 你要是不到他跟前去 他才不会跑呢 一点就没把张大牛 说这话当回事 这张大牛这时候啊 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他一把抓起来 挂在门后边的鞭子 拉开门 气冲冲的 就跑到菜地里边去了 准备用手里边的皮鞭子 狠狠的抽打那头该死的牛 这时候 出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当那张大牛 仰着皮鞭子 一边呵斥 一边冲到那头牛的跟前的时候 那头牛猛的 发出了一道刺眼的亮光 就变成了一只老虎了 朝着张大牛就扑了过来了 一口就把他给咬死了 等到这阿平回到家里边 发现大门开着 却不见了张大牛的踪影 这才知道 这张大牛遇害了 他是后悔不已 跪倒在自己家门前的台阶上 心想着 自己要是不去吃那件酒席 也不能出这事 阿强家住在东村口 已经是年过四十了 但是呢 却仍然是一个老光柜 他的父母虽然说早已经死了 但是他是独生子 因此又继承了一栋三层高的楼房 这家里边的后山上 也有三十多亩的田地 再加上家里还有果园 这日子过的嘛 还是挺滋润的 这有一天 这阿强到集市上闲逛去 他经过红鼻子先生 那摊位前面的时候 就看见这个红鼻子先生 坐在凳子上闭着眼睛 嘴里边好像小声着 在念叨着什么 阿强走到那个 红鼻子先生的摊位前 蹲下来 对这个红鼻子先生说 老头 我要让你给我算算卦呢 这红鼻子先生睁开了眼睛 伸出手 抓住阿强的左手腕 按住他的左手上的脉搏之后说 这位先生 从明天开始 你还是不要住在家里为好 尽快去朋友家里避避难 等到下个月的初期过后再回来 否则 你那栋楼会被烧成灰烬 这阿强听了之后也怒了 指着红鼻子老头就呵斥说 哎呀我说你这老东西 你怎么不说带好话呢 一天净说鬼话是不是 来挺好的心情 跟你说的完了 我就不进了 明让我就坐在家里边 我就看看这楼怎么烧起来的 说两阿强回来家 若无奇事的躺在床上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上 他搬了一张主椅子 坐在那家前边那个大门口 并且用手托着一把 同志的烟斗抽着烟 等到了正午 艳阳高照 阿强呢 这前胸后背上都被汗水浸透了 忽然也不知道从哪儿 跑过来一只猫 站在阿强家门口的柱子边上 撒了一泡尿 这阿强呢 看了之后是有点生气 猛的起身 就把这烟斗啊 就朝着那个猫就扔了过去 那只猫的反应灵敏啊 他一看这烟斗飞过来了 赶紧躲开就跑了 就在这会儿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这铜烟斗 刚好砸到了柱子的底座 而柱子的底座呢 是铸铁造成的 就是这个不经意的碰撞 擦起了火星来了 又赶上当天呢 天气炎热干燥 火星呢 崩到了柱子上边 木质结构的部位的时候 就冒起了一股的浓烟来 着了 火势发展的是越来越快 一下子从房子前停的柱子 蔓延到了室内的屋顶 这时候 阿强才想起来 这红鼻子先生说过那话 但是此时也是后悔不已 只见那火势凶猛难以阻止 无奈之下 只能自己跑得出来 看着自己那栋三层的楼房 毁灭在这大火当中